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这次游学在广东进行也有关了 就是我想讲讲关于地方主义的问题 地方主义这个概念 其实广 尤其是广东 那个在体制内生活的人 这个五六十年代是恶熟能详的 因为五六十年代广东这个地方 是一波结一波地搞反地方主义 整了无数的人 而且这个广东的反地方主义 对后来的文革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个文革 我在最近于鲁信写的 那个在香港出版的 那个讲军队文革史的 那个两卷本的书中 我给他写的序 其中就提到 广东文革和其他省的文革 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其他省的文革啊 军队往往都是有一种分化 那个省军区一般来讲都是支持所谓的保皇派的 因为那个省军区 他和地方上的党政基本上是一体的嘛 就是党政军是一元化领导 过去省军区的第一政委 赵立都是省委第一书记 那个省委的主要领导 省军区的主要领导 也往往都是互相兼认的 那么在造反派冲击党政机关的时候 这个地方省军区一般来讲都是抵制造反 都是要保护党政领导的 所以军队介入文革以后 各地的省军区镇压造反 支持保守派的是占多数 但是当时各省的野战军 这所谓野战军就是中央直接调动的 不归于省里头管的 那么野战军就比较容易接受那个北京的旨意 毛泽东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支持造反的 那么当时野战军往往是也是支持造反的 所以在文革的时候很多地方出现了两派冲突 后来之所以死那么多人和那个军队各支持一方 是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讲就是省军区支持保守派 野战军支持造反派 但是广东这个地方很有趣 广东这个地方的野战军 镇压造反派比省军区还积极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尤其是在广东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海南 一个是越东 就是潮汕那一带地方 当时的潮汕和现在不一样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那个作为地级市 原来的一个汕头地区 现在已经分成四个地级市 什么潮州 接阳 汕头和汕尾 但是以前就是个 在传国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地区 一个是越东 就是潮汕 另外一个是海南 海南当时没有建省 也还是 这两个省都是杀人杀的很多的 那么而且野战军是首当其冲 就是杀造反派是杀的很厉害 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的野战军不一样 尤其是那个驻越东的四十一军 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和那个所谓的反对地方主义 有很深的关系 后来广东开始改革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解决地方主义问题 而且那个改革以后 设立特区 后来经营特区的那些人 基本上都是当年的地方主义者 包括那个所谓的特区之父 吴南生啊 那个什么袁庚啊 梁乡啊 这些人几乎都是在当年那个反地方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冲击的 包括任忠仪 那个那个 当然当时中央派来的习中勋 到广东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地方主义平反 但是在广东为地方主义平反 又显得非常困难 是吧 这个广东给地方主义平反 从79年 习中勋在这里就搞 但是一直是留有尾巴的啊 比如说给古大纯平反 但就不给方方平反 是吧 一直到19 一直到1992年才 1994年才最后解决了 广东地方主义的那最后一个没有 没有平反的人就是方方 是吧 这个 广东为了翻地方主义这个案 曾经经行了 曾经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 从79年一直到94年 那么这个事情跟广东的这个改革开放 广东的特区建设 甚至跟广东的港澳工作都有很深的关系 是吧 那个因为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 大陆派到香港去代表中央的 在最近十年以前 基本上都是一批讲广东话的 那个广东干部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毛泽东时代啊 哪怕就是1967年发生所谓的六七暴动 就是当时因为极左嘛 这个大陆在香港也是煽动红卫兵运动 然后那个红卫兵运就是到处按炸药啊 什么什么导致那个港英方面的强烈的镇压 是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事 然后北京也反映很强烈 北京的红卫兵把那个英国代办处都烧了 是吧 那么港英当时也很强硬 因为当时中国很孤立 是吧 大家知道 那个1967年 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是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敢欺负我们 改革好像邓小平时代 中国倒是很受欺负 其实完全相反 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 因为中国极端孤立 又跟美国又跟苏联 所有的人都 都闹翻了 没有人支持中国的 所以那个时候跟中国发生矛盾的那国家 个个都表现得非常强硬 是吧 英国也不例外 是吧 那个那个 最后这个 这个事情是以中国让步告终的 是吧 因为那个周恩来就亲自向英国道歉了 是吧 对那个那个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个事 但是 这里我要知道 这里我要讲 即使闹到这个地步 当时广 当时那个中央派驻香港的 就是主要是新华分社了 实际上大家知道就是香港工委 或者说叫做香港地下党 是吧 那个当时派驻香港工委的那些人 基本上还是广东的那些讲粤语的干部 只不过是这些干部中比较左的一帮人 是吧 他们在广东搞革命 搞山东 那个 韩真的是跟比较接地气的 所谓 所谓左就是 接香港的 穷人的地气 是吧 所谓右就是 比较重视统战 但是不管是 不管是极左还是极右 基本上都还是 在当地是有基础的 是吧 比如说六七年的时候 就有香港的工会参加这些事 是吧 那个那个 一直到现在像那什么香港的一些人 什么谭耀宗啊 什么之类 还是那个时代 就是 就是那个那个 中央这边派人去搞工运的 那个 一个一个结果 是吧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也是一样 就是当年的自由主义在 地方主义在广东掌权了以后 那么实际上 这个派驻港澳的那些人 也基本上是比较了解港情 比较了解乐情 比较了解当地情况的一些人 所以当时 这个港澳和港澳的关系搞得比较好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最近这些年就不一样了 最近这些年的那个驻港的领导 大部分是不会粤语的 而且基本上不仅没有在香港工作的经验 甚至都没有在广东工作的经验 基本上是既不接触上层 也不接触下层 就是只是 只是单线联系 只是和那个中央联系 这个我觉得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当然都是和反对地方主义是有关的 那么这个广东的地方主义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当然是涉及到 中国传统地方治理的一些 一些更为深远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觉得讨论地方主义问题 就要把传统革命和改革结合在一起来谈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以前我写的文章和演讲中 都提到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人都认为 中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崇尚儒家 那么儒家就是 儒家主要的特点之一 就是崇尚亲缘关系 就讲究孝道 而且大家知道 先秦的儒家一直是认为 亲亲高于尊尊的 就是所谓的 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 所以他们都认为 这个宗族 就是基于血缘关系的认同 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甚至造成很多概念上的惯性 比如说我曾经提到 洋人到了中国进行考察 他们因为大家知道 洋人到大陆到中国 基本上第一步要到的 都是东南远海的那些通商口岸 然后他们在这些地方 发现有很活跃的宗族 而且在英国统治下 这些宗族都保持了很 很强大的活力 甚至一直到 大家可能知道 自从香港有了新界以后 这个新界一直是适用大清律的 而且这个大清律 在新界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维护这个所谓的 血缘关系的这个伦理 导致新界地区的宗族都是很发达的 包括我们 我这几年在待的 那个香港中文大学 大家知道香港中文大学 在一座山上 那个山就是拆迁了两个村 一个叫做赤泥坪 一个叫做 叫做什么 什么湾 我忘记了 是吧 这两个村 现在其实都已经拆掉了 那个原住民基本上也都走完了 但是就在中大的墙外 就有一个很大的什么求是宗旨 是吧 那个 而且一直维持着那个祭祀活动 是吧 那么洋人到了这个地方 因为洋人到了近代 大家知道是同行的是个人主义伦理 那么他们一到中国就觉得 中国的特色就是有这些东西 是吧 而在英国的统治下 在那个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情况下 是吧 在那个 那个那个 好像是 好像是这个中央政府 边长墨集的情况下 都保留了这些东西 那么他们理所当然的就会认为 内地这些东西就会更多 受洋人影响更少的地方 这些东西就会更多 是吧 那么从历史来讲 越往前推 也就是说 越和这个所谓的 本土的中国文化 或者原生态的中国文化 越接近的地方 这些东西就越多 是吧 所以很多人 包括外国人 对中国的印象都是这么产生的 是吧 大家知道 我们第一部翻译的 那个汉学研究宗族的著作 就是那个福里德曼的 华南的宗族 副标题 就是以广东 福建为例 是吧 而且他讲的所谓以广东 福建为例 其实大部分的例子 讲的就是 就是香港的新界 是吧 因为这个都是外国人 最容易看到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连新界都有很多的宗族 那内地就更多了 是吧 如果连清代民国都有那么多 那么那个汉唐宋元 那当然就更不用说 他们都是这样想 中国内地的人 其实也是这样的 是吧 比如说我曾经提到 那个我们也很尊重的 那个陈忠实先生 他写的那个白鹿园 那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部小说 这个白鹿园 基本上是按照儒家的观念 来写的观中史 尽管讲的都是观中口语 是吧 而且说实在的 陈忠实也是一个 比较接地气的 对观中的语言 那个话语 都是很很熟悉的 但是整个白鹿园的故事 我觉得都是 他的主要的那个故事 什么什么白家和鹿家 什么什么 又是池塘 又是祖谱 又是什么这个那个 整个这一套 基本上都是不存在的 是吧 那个那个不要说 49年以后不存在 49年以前也没有什么存在 是吧 所以这个到底怎么理解 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宗族 是吧 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那么这个事情呢 其实也不是 我们现在第一次提出来 是吧 早在改革开放初年 1984年当时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的图书馆呢 以前是不收族谱的 是吧 这个族谱历来是被 这个体制内的 这个学问看不起的 是吧 那么 中国那个民国时期 发展起来的 那个图书馆 也是 不太重视这个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 80年代中国的 古籍整理规划 和那个图书馆规划中 就有了 那个那个 主谱调查 这个项目 是吧 那么从80年代开始 就开始搞这个主谱调查 是吧 那么1984年 国家档案局 调查了全国收藏的 1949年以前的家谱 搞了一个数据分布 是吧 那么这个数据分布 就非常有意思 是吧 这个数据分布 其实非常直观的 表现出了 就是在1949年 中国那个 那个修家谱的风气 其实基本上 就是在东南沿海地区 是吧 在北方基本上是没有的 比如说陕西 是吧 19 这里我要讲 我们现在知道的 家谱的那个数量 已经远远超过1984年 是吧 但是如果我们作为 不管这个总量 是多还是少 因为是少 你也可以理解 为一个流存下来的随机抽样 是吧 因为实际上中国的家谱 到底有多少 即使到了今天 你也不可能 有一个完全准确的数字 是吧 你可以看到的 都是一种随机流存的 是吧 那么从这个随机流存中 你可以看到 陕西在1984年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的 有有注入的 这个祖谱只有27步 是吧 那么河南 有196步 是吧 山西有94步 这都是华夏文明的 黄河流域的 那个核心地带 是吧 但是跟南方相比 就差的很多 是吧 像那个广东 当时有709步 那个福建有448步 江西有558步 浙江有3000多步 是吧 那么这个数字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当时的那个修家谱 这种事情 主要是集中在 那个东南沿海 那个地区 是吧 那么如果你进一步的看 如果你进一步的看 几个省份 你还会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同一个省内 它也是越挨近城市的地方 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 整总体经济水平 和接受外来影响 越多的地方 这个中族 这个族谱反而越多 是吧 在那些偏僻的角落 在那些纯农业地区 是吧 在那些没有受多少 外来影响的 所谓的 那个那个 所谓的原生态 本土文化地区 反而这些东西很少 是吧 比如 我们可以说 在那个 整个 在比如说 在江苏省 传省 我们知道 苏南的这个族谱 族田 这些东西 要比苏北要多得多 是吧 那么 大家知道 苏南 无论是市场经济 还是总体 经济水平 包括受到五口通商的影响 是吧 都是要胜过 苏北的 是吧 但是大家知道 在那次的 收集中 有两百部以上 族谱的 全部都是 南方的几个 发达的 那个 县市 是吧 包括镇江市 长州市 武进县 和无锡县 很有意思的 就是都是苏南摩市的 那个 那个 一些代表性的地方 那么 拥有一百五十到两百部的 就是无县 就是那个 苏州 等于是苏州的周边 一百部以上的是江阴 那个五十部以上的 包括江都 丹阳 宜兴 苏州 吴江 这里 就在这个层次中 第一次出现了一个 长江以北的县 就是江都 是吧 但是那个江都 说实在的 它是扬州的郊区 是吧 其实老实说 扬州 虽然在长江以北 它是 基本上 它那个经济社会 类型都是 都是和苏南 比较接近的 是吧 我们以前一般都讲 苏阳 是吧 都是讲苏阳二州嘛 那个那个 你再往北就很少 是吧 到了 二十五部以上的 就包括 那个扬州 南通 如高 丹图 俱勇 其中那个 扬州 南通 如高 是属于苏北 但是也是很接近长江的 真正在淮河以北的 只有一个 就是封县 是吧 就在徐州地区的封县 那个 大家知道徐州这个地方 长期以来一直不怎么认同江苏的 是吧 一直是认同山东的 即使到了文革时期还是个很大的问题 文革时期 曾经有很强的那个呼声 说要把那个徐州划归山东 或者单独设立一个淮海省 有的人又说要叫做徐海省 总而言之 这个徐州啊 基本上是一个被认为是个北 被认为是北方的 那么这个地方反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宗族活动的 如果我们把 当然了 这个宗族活动看你怎么说了 比如说我经常提到说那个观中以前基本上没有这些东西 那观中的人就会说 那怎么会没有呢 我们也是相信同族共性一家亲 是吧 我们也是有这种同性的这种观念 这里我要讲 问题不在于观念 是吧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这个宗族啊 指的是 通常我们讲的指的是功能性宗族 也就是说 它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可以提供公共物品的 是吧 有那些 比如说在 在那个 如果可以进行计量统计的话 它有很多 它有竹田 有那个工产 有竹庙工产 是吧 可以办艺舱 艺学 提供那些公共服务 可以 有那个 经常活动的食堂 是吧 有那个竹规 有家规竹法 有那个 那个 定期的会修竹谱 是吧 像这样的机构 我们把它叫做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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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性的宗族 是吧 这个功能性宗族 其实在中国产生了很晚的 是吧 尽管中国历来就有家谱 而且普蝶之学 在魏晋南北朝 那种时代是非常流行的 大家知道 那个时代就是 世家大族啊 门阀世族啊 大家经常提这种概念 可是大家知道 那个时代的 门阀世族 世家大族 其实都是一种上层现象 基本上只存在于 这个 最高层 底层是完全没有 这些东西的 是吧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我在传统时论 这本书里头 讲了很多了 是吧 我现在也不多讲 我们现在看到的 比如说 那个敦煌文书 居炎汉简 是吧 那个 包括简读文书 包括悲客 是吧 我们看到 可以看到很多 那个时代的 世区的那种情况 你都看不到 什么宗族的痕迹 甚至连 聚族而居 甚至连大兴居优 都是很少的 是吧 但是到了 近代 这个东西就开始兴起 而兴起 它完全是和这个 完全是和这个 这个 一个地方的经济的 发达的程度 卷入市场的程度 甚至是接受 外来影响的程度 是吧 都是成正比的 而不是成反比的 是吧 所以这个事情 该怎么解释 就是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那么 我下面讲的 就是我们广东 大家知道广东 本身也是这个情况 我们前面讲到 广东的这个修普 这个 这个族普很多 但是在广东 它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 珠三角地区 潮汕三角地区 基本上都集中在 珠三角 是吧 其次就是潮汕三角 其他地区 也是很少的 是吧 在广东 发现有 就是按照 一九 按照八十年代的调查 呃 呃 纯市五十部以上 祖普的啊 三个县 船是很发达的地方 就是潘鱼南海和新会 啊 呃 大家可能知道 呃 我们这里讲的潘鱼和南海 因为他讲的祖普 都是指的呃 那个那个四九年以前 甚至是清代的 是吧 所以潘鱼南海 实际上指的就是广州附近啊 因为呃 我们前面 我们昨天去呃 参观南海博物馆的时候 我也提到了呃 当年的南海不是现在的南海 是吧 当年南海和潘鱼是广州府的两个复格线啊 一个在东城 一个在西城 呃 这就相当于那个那个杭州的前堂和人和 相当于苏州的那个那个那个圆和和无县 是吧 呃 那个那个中国当时比较大的府城 往往都是两县共治的嘛 是吧 呃 当时那个呃 当时南海和潘鱼其实就是广州城 这两个县城都和广州府城是建在一起的 是吧 那么呃 当时是没有佛山这个县的啊 更谈不上府了 是吧 佛山是县城在 广州的南海县的一个镇啊 啊 那么后来佛山逐渐发展起来 一开始是所谓的中国四大名镇 后来又成了呃 呃 市 是吧 那么佛山成了市以后 南海县的县城就从广州市内就移到 福山去了 呃 以后佛南海反而成了佛山专区的 下面下面所属的一个县 是吧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 呃 有五十步以上方置的呃呃呃呃 那个祖谱的县呃 其实只有三个就是潘于南海和新会 那么在二十五步到五十步的呃 呃这个县有三个就是中山顺德和东莞 是吧 内地调查也是很不足够的了 那么如果按照现在的调查 我现在没有看到有关的数据 我觉得包括东莞保安 大概也不止25部以上 但即使是这样也应该说 这个修普这个风 也是在越发达的地方 越靠近城市的地方 越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 就越发达 那么浙江是中国族谱 80年代调查的时候 那个族谱最多的地方了 那么你看看那个浙江的族谱 主要是分布在什么地方 你也会发现 它基本上都是分布在那个浙东 就是从杭州到宁波的这一线 那么最多的几个线 就是宁县绍兴南西和长山 就是要么就是在浙东运河原线 要么就是在那个 现在我们讲的那个浙干铁路原线 基本上也是在那个那个很发达的地方 而浙南那个很广大的地区 那基本上是空白 这个这个像温州啊 里水啊 那个台州啊 包括浙西的山区啊 基本上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是吧 那么比这在 在从二北部到二百五十部以上的 有鱼窑 那个一百五十到二百部的有萧山 一百部以上的包括宁波市 凤化县 象山县 朱基 上渝 圣县 等等 那个总而言之 它也是集中在这个商业发达 那个那个经济水平高 那个接近城市 而且受外国影响也多的 整个浙江省县城主谱最多的就是宁县 是吧 而大家知道宁县正是宁县就是宁波嘛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也是个五口通商 浙江的五口通商的唯一的一个口岸 是吧 那么在 那么在湖南也是一样 是吧 这里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了 那么在湖南 这个湖南宝城的祖谱 没有东南原海多 但是在长江流域 它也算是比较多的 而湖南的祖谱 基本上也都是在 这个长沙呀 湘潭啊 宁厢啊 这个这个这个 就总而言之是乡中的 这个省会附近的这个地方 是吧 这个湖南宝城的祖谱 这个湖南宝城的祖谱